大家好 歡迎來到言論 今天早上一覺醒來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彎彎的斷腳步又立了新功了 這個吳釗燮部長把他抽屜裡那一份用過五次的稿子拿出來 默默地改了幾個名字 然後就對著鏡頭 將那一份自己說了五次的稿子重複了第六遍 那個畫面簡直太美麗 真的是男的看了會沉默女的看了會流淚 太慘了 這個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在昨天也就是12月9日的時候宣布 與彎彎斷絕了一切外交關係 並聲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大陸與尼加拉瓜代表團於今早在天津舉行了會談 隨即這個尼加拉瓜政府就宣布與中國大陸恢復外交關係 在這個某大國搞民主峰會的時候傳出這樣的喜訊 著實讓人非常的動容 其實這也從側面體現出了中國作為大戶人家的體面 這個你們家辦喜事嘛 人可以不到但禮物必須送到 這個禮物可以不貴重但一定要足夠的驚喜 對此我非常的欣慰 消息一出這個彎彎內部是一片沸騰 一方面是因為現如今全世界與彎彎保持著所謂外交關係的國家 只剩下了14個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因為尼加拉瓜宣布與彎彎當局斷交的這個時間點 恰好就在某大國搞民主峰會的當天 其實咱們大家都知道 自從進入21世紀 中國的軍事經濟實力快速發展以來 彎彎的這些所謂邦交國要麼是靠錢拉著 要麼就是靠某大國天天壓著 在如今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之下 彎彎排的重要性正在變得越來越突出 所以某大國政府這兩年是到處的遊說 到處的施壓彎彎的那些邦交國 但結果到頭來這個場子還是沒有能夠幫彎彎們看住 從多方發屋的消息來看 尼加拉瓜選擇在今天這個時間點與彎彎斷交 某大國的政府是一點都不知情的 這一巴掌來的著實是有一點猝不及防 某大國一直將中南美洲視為自家的後院 但由於自身相對國力持續的衰弱 以及它做事實在是太霸道專斷 許多中南美洲國家其實一直都在尋找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 由於疫情的衝擊還有對中國的敵視 中美供應鏈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會脫鉤 其實不光是中美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會選擇將原來拉的過長的供應鏈縮短 我們看到這一天的來臨只是時間的問題 中美之間尤其是如此 打造自己的供應鏈將是某大國下一階段努力的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中南美洲國家對於某大國來說 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1890年某大國拉著17個拉美國家 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一次美洲會議 最後會議決定建立美洲共和國國際聯盟 並設立美洲共和國商務局 而這個玩意兒就是日後的美洲國家組織的前身 我們許多朋友也許並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個組織 主要是因為這個組織在過去30年的時間裡 並沒有發揮多麼巨大的作用 它的重要性的確不是很高 其實這主要是因為這個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首先您各位想想看 在1890年的時候正值冷戰時期 那個時候的某大國正在與蘇聯對抗 為了穩定自己的大後方 當時的某大國對美洲國家一體化有著非常強烈的需求 這個美洲國家組織它既是一個軍事聯盟 同時也是一個經濟聯盟 雖然在那個時候推進美洲一體化並不是最好的選擇 但它卻是對於某大國來說一向有必要的選擇 可是隨著蘇聯輸掉了冷戰 蘇聯支離破碎之後 某大國一下子就沒有了威脅與阻礙 那個時候某大國的眼裡看到的是整個世界 它想要控制的也是整個世界 於是美洲一體化的需求一下子就消失不見了 然後某大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裡 就沒有太把這些中南美洲國家當人看 那個時候的某大國從上到下 真的處處都洋溢著一股春風得意忘形的氣質 於是就除了福山這種寫歷史終結論的 還有張家墩這種寫中國崩潰論的小可愛 但這倆貨吧 還有某大國之後的那些戰略家們 真的完全沒有喬治凱南 以及基辛格這種戰略家的智慧與哲學功底 其實維持冷戰才是對美國最優的選項 而贏得一場冷戰換來的卻是歐盟的成立以及中國的崛起 這也算是國際政治史當中非常著名的買一送一的案例了 而也正是從冷戰結束之後開始 某大國的實體產業開始瘋狂地向外移 而且這個外移的速度已經大大超出了某大國那些政治人物的預期 而且逐漸流失出去的那些產業已經不僅僅是低端的製造業 像是台積電這樣的高端製造業也在向外流 對 您各位沒有聽錯 今天某大國政府想方設法想要綁回去的那個台積電 當年就是從某大國流出去的 時間來到今天啊 國際局勢又再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自從這個北美自貿區協定重新簽訂之後 某大國想要整合美洲的意圖已經變得非常明顯 所以美洲一體化再一次成為某大國關心的問題 現在北美自貿協定的仲裁權已經牢牢地掌握在了某大國的手中 下一步某大國勢必會繼續深化美洲一體化 原因就在於某大國今天勞動力的巨大缺口 還有高昂的勞動力價格 根本無法承載製造業 即便是哪一天與中國的產業鏈做脫鉤 可是脫出來的那些產業要去哪裡呢 難道要移回到某大國本土嗎 顯然不現實的 現在我們都根本不需要去提什麼做衣服做鞋子這樣的低端製造業 哪怕就是那些跨國的大型科技公司他們的生產線 搬回到某大國那些企業也支付不起高昂的用工成本 當然了並不是他們真的支付不起 而是不想支付 而某大國的老百姓們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不會願意去從事那些傳統行業的 就在上週某大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驟降至52年來的最低水平 於是就有不少媒體認為這一跡象表明 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地從疫情中恢復了 但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現實的情況 那就是許多的企業它依舊招不到人 卡車司機依舊不夠用 即便是漲工資卻依舊招不到人 那麼人都去哪兒了呢 我這裡倒有一個解釋您各位可以聽聽看 首先咱們大家想像這麼一個場景 因為疫情你被困在家裡 這個時候政府又玩了命地給你發錢 許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超過了他們當時每天出門上班時的收入 人們雖然非常焦慮 自己日後失去政府補助之後該怎麼生活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日子過起來的確很爽 而突然有那麼一天這些補助都沒有了 你又得每天一大早出門擠公交擠地鐵去上班 那種從生理與心理上的雙重折磨會讓你非常非常的痛苦 於是我們就看到同樣是某大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某大國現在的辭職人數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生活在美國的小夥伴們 尤其是像紐約這樣大城市的小夥伴們 您不妨回憶回憶在過去的兩年當中 您身邊有多少人在隔離期間開始學習炒股 學習在亞馬遜上開店或者跑去當了專職的房產經紀人 甚至有不少人嘗試自己製作視頻成為了我的同行 反正我身邊就有好幾個這樣的朋友 在大家都還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的時候 您各位覺得會有多少人迫切地想要開創一份 屬於自己的不需要出門的事業呢 就算是要出門又有多少人會選擇 在這段時間裡好好地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拿著政府的補貼開始設想自己在疫情過後自主創業的道路 甚至有不少大公司已經將在家辦公設計成為了公司日常運營的一部分 我之前有提到過一次元宇宙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對元宇宙嗤之以鼻 覺得那就是一個騙局 我不敢說我的想法就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不應該從你的思想深處就去排斥它 你得想辦法去了解它 所以這NFT也就是非同質化代幣的概念 在元宇宙當中被更加具象化出來 所謂虛擬與現實的分界線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我說這個話題的時候真的得非常非常地小心 因為我深怕大家誤會我的意思去盲目地嘗試 我只是鼓勵大家去了解 因為如果把元宇宙當成一個國家的話 用GDP來排名保守估計 元宇宙在全世界國家的排名至少是前三的存在 光是一款叫做X-Infinity的元宇宙遊戲的精流 就非常地恐怖 如果您去查一查這款遊戲當中有多少玩家 有多少人靠這個吃飯 您各位就不會再認為我之前提過的 有許多人因為已經步入到元宇宙當中 並且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所以才導致他們辭職 所以之後又導致某大國勞動力出現短缺 等等這些是胡說八道了 所以正是由於這些新玩意兒的存在 你還想讓某大國的老百姓 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去工廠上班 別說工廠了 一場疫情過後 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 他們對外出工作的興趣都已經大大降低了 再加上全世界節能減碳的大趨勢 某大國也斷然不會讓那些比較中低端的企業 搬回到某大國境內 但是也絕對不會再允許他們到處亂跑 現在某大國對於那些跨國公司的徵稅行動 其實就是逼迫產業回流 與中國脫鉤的其中一步 那麼到時候這些企業要去哪呢 答案很簡單 那就是那些中南美洲國家 但就在今年的11月19日 尼加拉瓜選擇退出了美洲國家組織 尼加拉瓜議員甚至公開的批評 美洲國家組織是某大國的意見代言人 是某大國的殖民地 眼下看我登哥的意思是迫切的想要跟那些他不喜歡的國家打一場冷戰 當然了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和俄羅斯 這個時候的登哥選擇繼續深化美洲一體化的進程 他的考慮其實就跟當年某大國與蘇聯對峙的時候是一樣的 尤其是在明年RCEP正式上路之後 沒有跟美洲聯盟墊地某大國怎麼能安心呢 對吧 可是現在尼加拉瓜這麼一鬧 無疑會對美洲一體化進程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 你說它的傷害有多大 倒也不見得 但是噁心噁心你 足夠了 而且話又說回來 要構建一個新的產業鏈談何容易啊 您各位看我登哥都這個歲數了 老頭居然還揚言要參選下一任大統領 其實老頭心裡放不下的事情之一就是這個美洲一體化的問題 其實大家聊這個尼加拉瓜斷交事件的時候 只是隨意看看彎彎的熱鬧 這個彎彎喊不喊疼啊 其實無所謂 我們主要是想看看某大國喊不喊爽 重頭戲 其實還是得看這個中國一路摸著陰匠過河 摸著摸著就摸到人家後院之後 這個某大國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而且這次彎彎代表唐小姐 最好能夠控制住自己想要表現的心 這個稿子今天晚上最好也抽空好好改一改 否則這個尼加拉瓜極有可能 不是你們從民主峰會帶回去的唯一的一件伴手禮 這兩天其實值得吐槽的事情非常的多 但是又好死不死的 我這兩天工作又特別的忙 實在是沒有時間 我會盡力為大家更新的 但是如果沒更新的話呢 也謝絕淬根啊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您各位覺得我的內容做的還集合的話呢 麻煩您各位一定要幫我點個讚留言 推薦給您的小夥伴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B站的小夥伴們麻煩您各位來個特別關注吧 好啦 咱們下期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